擺放图片位置 我们把图片新增完成之后呢 在灰色的地方点一下滑鼠 那我们会看到上面的这个功能表 它也会跟着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那也就是说呢 Photowall它在我们操作的过程 会根据滑鼠点选位置的不同 提供我们不同的一些功能选项 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排列 那第一个呢叫做随机摆放 点选之后呢 这个Photowall它就自动帮我们乱速的 去做一个图片的安排 那我们可以重复的去操作这个功能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滑鼠 去做一个手动的调整 那Photowall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叫做启用立场 那这个启用立场打勾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些照片 就好像在外太空一样 开始做一个无重力的一个漂浮 那甚至于呢 还可以再配合随机摆放 那看起来呢 就好像真的是在这个无重力状态 那怎么样把这个无重力状态给停下来呢 那就是在把这个启用立场 这个打勾把它取消掉 那它就会固定下来了 所以利用随机摆放启用立场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手动的想法 就可以把它排列出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画面了 就像这样子一样